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飞行天下 做节目没有那种压迫感 其实相当好 还有会多看一些分析和自己的想法 在节目那里 不会说三四分钟四五分钟 好像报新闻那样 今天讲了蔡英文 8月会访问台湾 其实访问美国 而更重要的当然就是昨天 昨天一个座谈会是全个台湾的军事战略精英和学者组成的一个会议 他们讲的只有一个议题 既然讲军事的 就必定会牵涉到今天乌克兰明日台湾这个议题 那国防部部长邱国正他出来说 绝不可能两个星期 中共就可以统一台湾 这个是不可能 那会上重新就是之前我都跟大家讲过 有一个天险叫台湾海峡 它跟沃南不同 那一班人在那里讨论究竟现在会怎样呢 沃南这场战争对中共会怎样呢 中共会不会修改对台湾的恐吓和武力统一呢 各种的分析都有 但是如果给我来看 就是2019年当日 乌克兰明出了一封叫做 告台湾人民的一个宣言 他当日说明是用一国两制去统一台湾 但事实上这种这样的宣言 在过去四年多五年里面得不到台湾人的认同和回应 因为看到的就是香港 香港一国两制 那你说现在是什么样子 不要我说了 不是说我先动 取信于台湾人民已经是不可能 那也都给台湾人开始研究 喂 是不是真的要这么怕中国共产党呢 他们就在俄罗斯对台湾 对乌克兰的战争上的寻求答案 当这么强大的军力 来临到乌克兰的时候 乌克兰可以拖足一年 而用这样的论点 再加上台湾海峡 这种天然 得出的结果 就是如果习近平真的要动手的话 他就不会参照俄罗斯这种军事 他会用尽 就是说狮子樸肚 也都会全力以赴 会加大更加多的武器 更加多的力量 所以要统一台湾 必然 不再像以前那样 说完 说多久多久打你 多久多久打你 这个已经不可能 而台湾也都作出了准备 但是他们也都说 只要不是即时解决到 事实上台湾已经做了万全准备 尤其防守这一方面 有个正 将不同的策略 在记者会上也都说得清清楚楚 更重要 他提出一个观点 就是说 现在统一台湾 这种这样的声音 无论是《环球时报》 《金创明》 一大都会的大V 现在连提都不敢提 好像消失了 就是习近平已经看到 来到这一套 没办法强硬下去 唯有将这种内宣外宣 压下去 事实上 如果你不停会看人民网 网易 《环球时报》 一对外 CCTVB的新闻 你都会看到近期 在二十大之后 统一台湾这种言论 这种言论 这种 就是说 明天 就可以在台湾街头那里喝咖啡 全部都没有了 因为 习近平也都认知到 所谓的 告台湾百姓的一个宣言 一国两制 已经是没有效力了 现在他们在想 用另外一个口号 去告诉台湾人民 你放心 统一之后 你们会觉得更加好 不过不是一国两制 而另外就是 现在 中国 已经再没有任何的 余力 不是能力 余力 去武统台湾 所以我都说了 你2025又好 2027又好 全部都是毅命题 今天 今天 为什么会有这个会议 其实 这个会议 不是说给 台湾人民 他们得出的结论 其实是说给中共 尤其 小粉红 就是你们不停叫嚣的 中华民国 只是一两日之内 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天朝大国 就可以摧毁你 接着修复你 只不过我们不愿意 他将 中共 再上台的时候 中国共产党就会打来 他将所有的分析 这次摆了出来 就是说给台湾人 听 不用这样的 中共 暂时是没有能力打 也都没有预算打台湾 对于两对岸的 也都说得清清楚楚 你看一下 你们根本上 引经据典 你们只不过要打飞机 你们 到今天 依然说句话 你们是没有能力 而习近平在这里 是没有打算武统台湾 因为他连 中国的舆论机器 在这 个几两个月的降温 都举例出来 大家可以 上台湾一些 一些叫做关心政治的网站 东芯那些全部都有 去看一下看一下 其实我觉得这样是相当好 这一次的会议 其实也是一个宣传机器 宣传给台湾人民知道 发生什么事 将会怎么样 如果真的打仗 所有的数据都列出来 也都告诉中共的肖粉红听 中共并不如大家想象中强大 拜拜